小乐高 大乐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喜乐高中库 我是陶佳琪 看阵仗 欢欢喜喜一家人主题 难得今天嘉宾走的是甜美风格 预计会吸引不少女生朋友 佳琪积木出品 系列叫做晴天泡夫 也有叫做心情小店的 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 果然街景商店就是 选题界长青树 可以做夸张有趣的造型 不占地方有细节还能互动 作为大家的课代表 首先看看他能不能打动我吧 事不宜迟让我们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好的现在晴天泡夫系列就平达完毕了 瞧着配色一眼到头的甜蜜 搭配纸板背景和布景呢 是本系列的特色 据说所有布景都有自己的身份 甚至每家店背后都有点小秘密 来吧 我们来一一解开 首先说我展示平达的新软蛋糕店 谁说生日才能吃蛋糕 开心时来一打 不开心时来一打 今日控堂计划白打 开玩笑 开玩笑 可可爱爱的小蛋糕每一口都对味 我运气很好啊 选中当中是唯一全印刷件配置的一个套装作为平达展示 其他三套都有贴纸 言归正传 街景商店最大的魅力在于千奇百怪的店头 而且大多数都和贩售内容物有关 新软蛋糕店就顶着一块巨大的切片蛋糕 我猜是蓝莓乳了 喜欢喜欢 用网格围栏做巧克力装饰很有意思 橱窗和两边窗台放着各式蛋糕和料理机 从而配有一只外招小桌 给精美背景一个特写才对得起精心描绘的设计师 关于蛋糕店的秘密呢 是他和隔壁糖果店是同一个人开的 诶 那就来看看糖果店 新田糖果 新田糖果店 小时候一难忘 长大了当然要加倍奉还 毕竟每个大人都是长大了的小孩呀 巨大无比的棒棒糖超级的好人喜欢 小爪子硬刷的 质感超好 比较惨的呢就是手握棒棒糖需要贴贴纸 一乘一贴贴纸 懂的都懂 店内有一大瓶草莓酱 感觉这里就能熔糖枝糖的样子 外招为精致漂亮的糖果扭蛋机 背景场景中呢出现了一只小猫 与棒棒糖还有电招都呼应上了 虽然建筑底下的轮子很小 活动起来可谓相当灵活 这也是关于糖果店的秘密 原来糖果店至今都没有牌照啊 装轮子是为了方便跑路 我没骗你啊 他详细上真的是这么写的 设定莫名其妙有点好笑 不过我们反对无证经营啊 老板艾丽丝女士 你都开了两家店了 法律意识还是太薄弱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赶紧去把手续办了 接下来我们去逛新欢甜筒店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冰淇淋店 来一份招牌绵绵雪球杀兵 烦恼立马消失 如果不行 那就来两份 雪人造型和王冠 大家都猜到参考的是哪位对象了吧 可动小短手和无辜的表情 让雪人看起来呆萌呆萌的 窗口整齐的摆放着各式冰淇淋 竟然还在打折打五折 转过来这里有可拉合的冰箱 外招围看见了就挪不动步子的 甜筒KT牌 与雪人双管齐下吸引着无数顾客前来 背景落雪的树上挂的竟然是草莓 好创意 悄悄告诉你 雪人君喜欢的帅哥美女一律打骨折 你怎么打人呢 最后来一口清爽的辛酸果汁 老板娘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姑娘呢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你和我 门店前柠檬树现摘鲜榨的果汁 一杯果汁换一个故事 治愈你的心酸 文案好像在哪里听过 不管了 店头金银剔透的柠檬茶 想喝 新鲜现榨的樱桃榨汁鸡 和现摘现切的柠檬 这能切出这么大的吗 店前有两只座椅与众不同 看来就是用来和老板交流人生的 总的来说更认为晴天泡妇有打动到我 店铺们走的都是小站风格 没有墙面结构显得很通透 背后有活动的双开门 店内调高足够宽裕 是能放心互动的类型 作为女孩子们的入门积木 或者当摆件都挺不错的 当然我也有几个不拆出的小建议 希望一些出厂率比较高的贴纸 可以尽快转化成印刷件 像手握糖果啊 钞票啊这种 纸板背景 渲染环境挺好的 但是人仔衣服可以用布的呀 寿命也更长久 有条件的话 精确一下是人仔的手部零件 改善抓握能力 在这四组当中 我的one peak是糖果屋 不仅因为它有小猫啊 主要是造型突出 你们最喜欢哪一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值得关注的 坏雪乐高层 我是值得你点赞的陶佳琪 下期节目再见啦 bye